嗨,大家好 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莱蒂 上一集影片有聊到 伴随着疫情结束 部分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会调涨兑换标准 大家口袋里赚了满满的点数 一定要赶快换成机票 才能够避免贬值 但是这件事情既然你想得到 布莱蒂想得到 那其他玩家当然也想得到啊 所以啊,最近的机位真的是超级难找 不管是非亚洲或是非欧洲 通通都是一味难求 布莱蒂今天就要来分享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你比较有可能找到机位 进而把里程花掉 如果你觉得布莱蒂这部影片很棒 有料是干过 请你务必跟身边的同好分享 记得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 才能继续收到我第一手的实战教学攻略哦 布莱蒂最常发现的盲点是 大家只会去查自己搭过 比较熟悉的航线 例如洛杉矶的朋友想要回台湾 想到的几乎都是长荣华航直飞台北 有些人知道可以经由日本转机啦 但是当布莱蒂跟他说 也可以经由首尔啊 新加坡甚至是伊斯坦堡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马上会觉得 这真的可行吗 Why not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要返回台湾 顺便把里程给花掉 现在又这么难找机位 你怎么会舍得错过任何的可能性呢 俗话说 公寓上其事必先必其器 布莱蒂在EP05影片中介绍过 Fly Connection这个小工具 今天我们也要用它来找出洛杉矶到台北之间 最多转机一次的所有航线 请你打开Fly Connection之后 首先输入起气点程式 然后在Start Over这边请选择One Stop 筛选出只有转机一次的航班 接着呢 在Stand Airline这边勾选 Connecting Flies with the Stand Airline Only 也就是转机航班前后段的航空公司 必须完全相同 这样子你在世界地图上所看到的 就会是除了长荣华航直飞以外的所有可能 画面左边会列出所有的转机点 例如点一下北京 就会知道是中国国航Air China的航班 点一下首尔 就会看到大航空跟韩亚航空 同时营运这条航线 大家可以依据实际上各地的边境政策 还有你想要花掉的里程类型 来进一步缩小筛选范围 例如现在中国不开放转机嘛 那北京跟厦门就不应该被纳入考虑 如果我们想要花掉的里程 是星空联盟成员航空的里程 就只有联合航空经由旧金山 韩亚航经由首尔 全日空经由东京 新航经由新加坡 土耳其航空经由伊斯坦堡 纽西兰航空经由奥克兰 会是你可行的路线 至于星空联盟包含了哪一些航空公司 你可以在星盟的官网上轻松找到哦 你可能会想说 哇塞 我又不是Randy 只是要回个台湾而已 为什么要几乎绕地球一大圈啊 布莱蒂的回答是 如果你就是需要回台湾一趟 然后又不想让里程贬值或是过期 想要赶快花掉 这些路线未尝试一个办法啊 所以下一个步骤里 布莱蒂就要手把手带大家 使用正确的工具 轻松快速大范围扫描出所有的可用机位 在EP03影片中 布莱蒂分享过速度最快 范围最大的里程机位查询秘诀 不过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用的搜寻工具 就让布莱蒂直接示范给大家看吧 请你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直接进入这个看起来非常朴实的网站 在起点这边 请直接输入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代码 LX 终点呢请你输入我们在上一段中 找出来的所有转机点 东京有成田MRT跟宇田HMD 这两个主要机场 Saurus ICN 新加坡SIN 伊斯坦堡IST 还有纽西兰首都AKL 这个小工具非常强大的地方 就是可以同时针对多个城市 多个日期 在一分钟之内提供地毯式的搜寻结果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查询明年农历春节之前 1月10号到17号 一共8天的机位状况 点这边开始搜寻 在等待的同时 布莱蒂要请大家跟我一起调整下方 Feltering的选项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商务舱头等舱嘛 这边就请你取消勾选经济舱跟豪金舱哦 然后今天我们是希望经由这些转机点来返回台湾 所以洛杉矶到这些转机城市 当然是希望要直飞啊 所以就请你在 Maximum number of segments 最大航段数这边输入1就好了 最后 如果你不是要使用加拿大航空 Aeroplane里程来兑换机票 记得要把最下面这边取消勾选 才不会显示只有加航里程才能兑换的选项哦 结果揭晓啦 你会看到居然有这么多的机位可以用里程来兑换 这包含了联合航空 全日空 土耳其航空 还有韩亚航的航班 让我们快速对比一下 相同日期长荣直飞机位的查询结果 你就会发现农历春节之前 长荣根本不会释出任何的机位 这时候想要回台湾 真的只能考虑一次转机的路线 布莱蒂建议大家要对点数里程 保持着正确的期待 点数里程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用非常低的成本 享受商务舱 甚至是头等舱的飞行 但点数里程也不是万灵丹呢 航空公司非常知道你最想要什么了 有时候偏偏就是不放出机位 所以这时候 你心里面保持路线的弹性 日期的弹性 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那句话布莱蒂已经说到烂了 能花掉的里程才是有价值的里程 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 才不会让你辛辛苦苦累积的里程点数 白白过期或是贬值哦 附带一题啊 你可能会想说 难道刚刚这个免费小工具 可以一口气查询一整年 加上上百条的行线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啦 假设起点的程式数量是A 终点的数量是B 想要搜寻的日期数量是C ABC三者的成绩不能大于52 不然系统就会直接报错给你看咯 以上是布莱蒂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咯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或想要听任何新的题材 都欢迎留言让布莱蒂知道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